哈喽 哈喽 大家好 GPGS 现在中午时间 准备开车出去加个油 因为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这个人一直有这种保持油耗记录的习惯 我每一次都会把我加油记录在我的Excel表里面汇总起来 然后我这辆车整个生命周期所有的油耗 包括一些其他的维护保养花费全部都在上面 针对这个油耗呢 我每次加完油以后 都会把QP1清零 QP2的话已经保持很长时间没清零了 反正QP1清零 现在咱们看一下我这个油耗记录是如何 怎么样的 这是行车电脑的 现在就在QP1 QP1的话是5.6 行驶了730 这一箱油跑了5.6升 平均时速41 现在这个油表的话已经接近几分之一了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了 估计这两天就会见黄灯了 所以我打算现在把油箱去加码看一下QP2 QP2已经5500公里了5.7 你看5.6 5.7 基本上就是这个油耗水平 除非刻意的比如说跑长途的那种国道或者高速油耗可能保持更低一点 但是因为我的使用大部分时间都是短距离的短途的 而且是非堵车的情况都是这种国道城市道路 还有这种这个快速路基本上都是这个路况 基本上就连点一线 单位和家还有平时那个周末的时候去那个超市购购物 也就这样子 大部分时间很少跑那种超长途啊 我的长途是指那种出了比利时去那个欧周边像德国呀去卢森堡啊这些地方 好现在我就去加油也不知道今天油耗是多油价是多少 反正我我感觉最近油价我看好像一直都在1.6上下徘徊吧 对刚才忘了说了 今天的天气非常棒 就是比较低啊现在车在大中午12点刚过19度 这个温度非常的舒服 甚至有一点凉快啊就是有一点过过分的凉了 但是这个气温 这欧洲的天气就是这样子就是即使现在属于夏季了 但今年天气还不错没有非常的热持续很长时间 好像 入夏到今天的话就之前有那么一点天偶尔就是冲到了30度以上 但是这个周末就是星期六 气温好像又要整到30度31度的样子 但是很快就回落到二十几度了大部分时间就是二十几度 所以这个天气真的很舒服今天天气正好是一个低温 一般咱们加油都知道顺着低温的时候加油肯定比 温度高的时候好吗 因为它是按容量的吗 热胀冷缩的效应 温度越低加油肯定得到的越实惠 好现在我就去加油了 我已经到加油站了 这个是我 死忠如一的这个峭牌加油站 我只要没有离开这个地方 我邮箱每次加油都会到这 除非我出去自驾游到其他地方 今天油价是1.657 95号是1.689 柴油就是一个标号 一般还有一个superdesign 可能质量更高吧 但是一般我都会加普通的柴油 柴油 然后还有个98号被挡住了 98号油价比较贵嘛 但普通老百姓的话 正常的小车的话 可能就加个95号 所以最主力的就是这两个标号 它们两个酒驾基本上一直就是紧随其后 就是紧紧的搅在一起 差别不会太大 有的时候柴油会比它多一点 最近的话柴油又比了个95号稍微低了 三分钱就相当于 几乎可以忽略掉的 好前面的奥迪走掉了 它是一个奥迪A6旅行 马上我待会加完油的话 把这个trip1再给清零了 都是自助式的 这个这个加油站连那个服务台都没有 完全自助 我已经加完油了 把车挪到 加油站附近的奇亚这个店旁边 没错 我又到奇亚店 这就是这么神奇 想当初这个奇亚这个店 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 现在到了距离我最方便 最近的地方 几乎啊 我刚刚加油加了整40升 没有马 我现在看的话没有 因为我没有加到跳枪 因为毕竟这个车啊 这个月是我最后一个月 相当于啊 在我手里面最后一个月了 没有加 只是加了个大概 我感觉加了40升 选了个整数 44.01 最后花了多少钱啊 55欧吧 算了 54块7毛9 55欧 好了 这就是看看这箱油 够不够了 到我拉到我的新车之前 你看我旁边就是一辆全新的这个Spotty 我再进去走一走 解解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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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